第三,复数平面 重点一,复数直视 我们先介绍极坐标 极坐标为用长度与角度来定位的一种坐标系统 如图,假设点P的直角坐标为SY R为P点到圆点的距离 则OB线段等于根号 S平方再加Y平方 系达为OB线段与S轴正向所夹的有向角 观察R系达与SY之间的关系如下 S等于Rcos系达 Y等于Rs系达 则我们称R系达为P点的直坐标 若P点的直坐标为R系达 S加Yi对应到直角坐标系上的点 SY 我们利用三角函数 S可写成Rcos系达 Y写成Rs系达 再看负数的绝对值 如图,假设 Z等于Z等于S加Yi 我们定义Z的绝对值 Z的绝对值代表负数Z到圆点的距离 所以Z的绝对值可写成根号 S平方加Y平方 看负数绝对值的性质 1.Z的绝对值等于Z吧绝对值 2.Z1乘Z2的绝对值 等于Z1绝对值 乘Z2绝对值 3.Z除以Z2绝对值 等于Z1绝对值 除以Z2绝对值 其中Z2不为0 4.Zn方绝对值 等于Z绝对值的n方 负数极式 负数Z等于S加Yi 转成负数极式表法为Z等于R 乘括号 cos细打再加Iz细打 其中当细打介于0到2π10 我们称细打为Z的主幅角 记作LgZ等于细打 看6 负数极式的 乘除法公式 假设Z1的负数极式写法为R1 乘括号 cos细打1再加Iz细打1 Z2等于R2乘括号 cos细打2再加Iz细打2 所以我们看乘法公式 Z1乘Z2可写成R1乘R2 在括号 cos细打1加细打2加Iz细打1加细打2 以上为本节之重点整理 接着看老师讲解1 是将下列各直角坐标 化为极坐标 其中取R大于等于0 且细打介于0到2π 1坐标为-2根号3与2 2坐标为根号2与-2 解析如下 我们将直角坐标Sy 化为极坐标R系的 其中满足S等于R的cos Y等于R的s 接着看第一题 第一题S等于-2根号3 Y等于2 故长度R等于根号 -2根号3平方加2的平方等于4 再来计算角度 因为TenC的等于S分之Y 等于-2根号3分之2 月份后得-3分之1 再看因为-2根号3与2 在第二项线 所以细打我们取第二项线角 可得细打等于6分之5π 所以-2根号3与2的极坐标为 括号4与6分之5π 接着看第二题 第二题S等于根号2 Y等于-2 所以计算长度R等于根号 根号2平方加-2 根号2平方等于2 再看角度 又TenC的等于S分之Y 等于根号2分之-根号2等于-1 再来因为根号2与-根号2在第四项线 故细打我们取第四项线角 细打等于4分之7π 所以根号2 与-根号2的极坐标为2 以4分之7π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接着再看老师讲解2 若负数Z等于2加i 乘-1加i除以3-i 是求Z的绝对值 及Z bar绝对值 解析如下 我们利用复数绝对值相乘 与相除的性值 看题目 Z的绝对值可写成 2加i绝对值 乘-1加i绝对值 除以3-i绝对值 运算后可得根号5 乘-2除根号10 等于1 再来因为Z bar绝对值 等于Z的绝对值 所以Z bar绝对值 等于1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再看老师讲解3 是求下了一个 负数极式的主符叫 1 Z等于320度加i cos20度 2 Z2等于负cos20度加i sin20度 3 Z3等于负cos20度减i sin20度 4 Z4等于cos20度减i sin20度 解析如下 负数极式的表法 负数极式的表法为Z等于R层关号 cos系的再加i sin系的 其中cos放十步 sin放虚步 且系的介于0到2排之间 我们看第一题 Z等于sin20度加i cos20度 我们利用鱼角关系 所以改成cos70度加i sin70度 故Z1之主符角为70度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Z2为第二向线点 故主符角我们取第二向线角 以及Z2之主符角 等于180度减20度 等于160度 再看第三题 Z3为第三向线点 所以主符角我们取第三向线角 所以Z3之主符角为180度 加20度等于200度 再看第四题 Z4为第四向线点 故主符角我们取第四向线角 所以可得Z4之主符角 为360度减20度 等于340度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接着看老师讲解四 是将下列各复数标准式 化为极式写法 请以主符角为主 1.1加根号3i 2.1减i 3.3-2i 解析如下 我们将复数标准是Z等于S加Yi 化为复数极式写法 Z等于R层括号 可算系的再加I在系的 所以必须找出长度R与主符角系的 我们看第一题 因为1加根号3i在第一向线 我们先算长度R等于根号 1平方加根号3平方等于2 而主符角我们取第一向线角 以及主符角为60度 所以极式写法为二层括号 cos60度加I sin60度 接着看第二题 因为1减i在第四向线 我们先算长度R等于根号 1平方加负1平方等于根号2 用主符角取第四向线角 等于360度-45度等于315度 故极式写法为根号2层括号 cos315度加I sin315度 接着看第三题 因为复2i在虚轴上 所以长度为2 其主符角为270度 所以极式表法为2层括号 cos270度加I sin270度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接着我们看老师讲解5 假设Z1等于6层括号 cos75度加I sin75度 与Z2等于3层括号 cos15度加I sin15度 是求第一题 Z1乘Z2 第二题 Z除以Z2 解析如下 我们利用复数极式乘除公式 当Z1乘Z2 其长度相乘 角度相加 当Z1除Z2 其长度相除 且角度相减 所以代入第一题 Z1乘Z2 等于长度6乘3 乘括号 cos75度加15度 加I sin75度加15度 以及等于18 乘cos90度 加I sin90度 不得18i 再看第二题 Z除Z2 等于6 除以3 乘括号 cos75度 减15度 加I sin75度 减15度 计算后 得2 乘括号 cos60度加I sin60度 即为1 加 3i 以上 以上为本例 解析说明 接着看 老师讲解6 是求 4 层括号 cos80度 加I sin80度 层3层括号 cos50度 加I sin50度 除以 6层括号 cos35度 加I sin35度 层 cos5度 加I sin5度 之值 解析如下 我们利用 复数极式 乘除之公式 当复数相乘时 其长度相乘 且角度相加 当复数相除时 其长度相除 且角度相减 故带入原式 我们先看分子 等于4 乘3 乘括号 cos80度 加50度 加I sin80度 加50度 分母 6乘1 层括号 cos35度 加5度 加I sin35度 加5度 不可得分子 12层括号 cos130度 加I sin130度 分母 6层括号 cos40度 加I sin40度 不可写 不可写成 不可写成 长度相除 12除以6 角度相减 层cos130度 减40度 加I sin130度 减40度 计算后可得 2层括号 cos90度 加I sin90度 以及 2I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 接着我们看 Z分之Z加1的长度 Z分之Z加1的绝对值 等于根号2 而Z分之Z加1的主步角 为四分之π 故我们代入 复苏极式写法 Z分之Z加1等于根号2 乘cos4分之π 加I sin4分之π 代入 特别角后 可得 1加I 故可得 Z加1 等于 1加I 乘Z 故可得 IZ 等于1 所以 Z 得I分之1 以及 负I 以上为本例之解析说明